今天是他第三天 早上我问他 今天去药园吗 他说不去 我刚才问他为什么 他就指着我的枕头说 妈妈你流血了 我鼻子嘛 确实流了血在枕头上 妈妈你流血了 我说那妈妈今天去看见医生 你去药园跟老师玩一下 好吗 他就同意了 我觉得 这孩子真的很懂去很懂去的 他给我开了个条件 我要带收割机器 我们先送半天 等我给他接回来睡觉 他睡觉的时候他哭了 哭在喊我要找爸爸妈妈 他在药园其实是很想 找爸爸妈妈的 我当时就心里面在想不送了 哭得这么伤心不送了 但是今天 看他的表现 其实他是愿意去 过重鸡铁生活的 有老师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小伙伴 只是他忍不住会想爸爸妈妈而已 他愿意去很多人玩 你看在我家里面 他就是在这个沙司里面 不停地重顾着一些他早已认证的游戏 等到完全适应的那个环境 我们再慢慢送全天吧 不着急 小小伙伴我就觉得不着急 他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他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那我安快搭 我们就必须要远了 心情好 好 基本上是没事 干嘛的 收割机是干嘛的 收到鼓的是吧 嗯 你去呢 你先去玩一会儿吧 再玩十分钟我们就去了玩好不好 来吧 走 上车 上车 哇 今天来的早哦 我们来的早就带他玩一会儿接 其实孩子还是一个熟悉的过程 如果父母能多陪一下 他熟悉这个环境啊 他就没有那么多陌生感的 下 准备好没有 来吧 这个后面是一片荷花池 开花的时候应该超漂亮 哦 红色的 哈喽 钓鱼间 这个不钓鱼了 这帽子还是我妹帮我买的 很红色的 那田里面今天是有四个 这个婆婆然后 帮我干活 就是把那个果子晒黄了嘛 要给它贴起来 那我们自己要去修枝 这个修枝呢 还没有办法让别人来 来剪 因为是适当的修剪一下 所以我们两个亲自去修枝去 大家也跟我去看看吧 还有一个多月吧 还有一个半月 可能就可以吃了 旁边应该还在这一块吧 在横着那个田 看到没有 给他贴了一个东西 这样他可以慢慢的修复过来 不然的话 今天果子不是很大 我这样也好 摘掉了 那这种就已经伤到了 这个人是被虫吃了 被虫吃了 被虫吃了 变了 这么多 一群是被晒伤了 阿爸 还有我三人他们就帮我贴 这种鸡子 他有什么也等于呢 當面的罗位王 这种铁的它就能转累出来 蒙CER 我都没有 那你看的吧嘛 还有一点没讲了 大家看我这个样子 其实老是有人说 说我是为了孩子很奶的 我们确实是老来得子 但我呢这两年未来孩子 也确实老了很多 因为孩子来之前呢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年轻的 但现在确实老了 或者是重 就是重 重三能的 本来也就容易老一点 天天天都会有太阳赛 可是这是我选择的生活 我觉得很快乐 女人都会老去 就这么优雅自然的老去就好了 所以在城市里的你 也许很年轻很漂亮 不要嘲笑我们这些 在山下过着气阴子的女人变老了 马上就嫌疑就好了 这可能 我去老去了 进来之前 小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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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i 挺 kl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